乐物真人袁黄袁勒凡 勒凡 勿真 斩断陈元建功硕 今天听了课程之后 吸收多少了 有没有看到黑板上写的 心平需不需要乘来量呢 不需要 正直之人必受鬼神钦佩 若问前程 全看尔等自身之羞耻啊 积善足以成名 饥饿即会自遭败坏之余地也 所以贤士要不要跳脱命运之束缚 人一生下来即受命运束缚 生死早定 也受阴阳二气所居 所以能够得道 修道是难上难啊 照着命运走之人是凡夫俗子 能够跳脱命运者方可成胜成贤 贤士可知吴是谁 有没有看过了凡四讯 你们都了悟了吗 需不需要吴再说一番吴之生平 还有许多人不知吴是谁 吴姓缘 乐凡乃是吴之字号 吴之名皇 元皇 吴生于明朝家境年间 自幼父亲及早死 由寡母抚养我长大 他勉励我弃文从一 一则可养身活己 二则既是旧人 吴承继了父亲之遗愿 且遵照母亲之讯事 窃窃去行 直到一日 吴去慈云寺遇到了孔老人 他告诉我 我有忠秀才之命 为何不读书呢 因此我告诉母亲后 将他迎回家中 孔老人他精通命理算学 因此任何系数皆能算得清楚 他还算出我几岁会的举人 任何考试皆从他的命理 算学当中一一算出 因此我对此也不再心存侥幸 而遵其一死过日 其实是漫无目的 吴以为人生已经无法改变了 所以就顺着他所说的命运一直往前走 直到我这燕京读书 有机缘遇到了远古禅师 他指点我凡夫俗子 才是被命运所束缚啊 极善之人命运操纵不了他 极恶之人也不能受命运所控制 是不是呢 是 而世间人多半照着命运走 因此了无生去 不知生为何物 死又要从何而去呢 故而我经过云古禅师开始之后 也了悟前半生之愚昧 因此我静心悔过 开始改一网之牌弃毛病 我自知相貌菲薄并不是有福之人 但是相乃有心生 若是肯真心忏悔 改恶向善之者 向意会随之改变 向七真 秋真人 他本是特舍所口之面相 但其真心修到苦修多年以后 也修成双龙细朱之相了 是不是足令世人惊奇 之后远古禅师曾给我一份功过格 让我寻而行之 因为吴未逢大道之将士 所以吴只会行人间之善 照着所有一切可行之事慢慢做来 加上从心上去诸恶 改暴力未慈忍 化软弱未刚强 而且时常帮助他人 吴曾发善愿行三千功之后 吴之命运已经不似孔老人所说一般了 因为命运乃是操纵在己 并非操纵在他人手上 吴一心 行善 上天自然慈敏来相助 因此我的忠敬事 而且当了保底支县 于支县任内吴也勤家行善功 当时百姓的租税甚为高 吴便帮他们减低赴税 使人民生活较为好过 吴一生只知为民求利 家虽不付但好施舍 而且吴也劝吴知官府中人 立行善事 修善乃是轻而易举之事 只是看个人愿不愿啊 贤事有没有行过善事 有没有行过恶事呢 本来孔老人曾经算我一生 是没有子嗣 而且不可能当高官 但是这一切都渐渐改变了 因为无知诚心 以及修去脾气毛病 且无偿静心悔过 不曾再犯二过 因此上天次吴有机明白许多道理 向贤士们各个根基非凡 有机能欲名师 还入圣堂当中听道理 这就不是我所能得到的福分 吴当时精进行善 但是没有遇到大道谱传 所以自信还未开 吴一生行善 孔老人本来算定 吴五十三岁该寿终正寝啊 但因我行善之故 而受炎至七十四而亡 这样长寿否 长寿 那人的命运可不可以更改呢 可以 贤士们都有信心吧 贤士们在道场之中 也看过不少因果印证之事情 也听过不少善恶之故事 应该体会很多 况且诸位也都求得明师一指 天榜挂号 地府抽钉 早已不凡已 再加紧修持 努力行功了愿 日后果位自是不凡 吴死后归入契天 之后欲拔阳期 吴亦有机缘求得明师一指 虽然不是在此道场 但是上天非常慈悲 也让吴有机至此来印证三草 与贤士详述一番 贤士明了了吗 明师一指可贵吧 小善跟小恶差别大吗 善恶即是在心念之间而已 希望贤士们所激的善 能够抵过你们所做的恶 每个人日常生活中 会有不小心所犯的过错 当于今日睡前自我忏悔检讨 贤士们每天悔过知识 有没有彻底呢 行善容易还是行恶容易 行恶不容易 要费尽心思 行善却不用费心思 只要你掏出你的真心 身体力行 对不对 诸位贤士听道理也久了 应当对道理相当明了 而且有机缘在佛堂中 自己应谨慎把握机会啊 在无所住戒子四文当中 即是教导贤士们之命 立命 了命 既然人生在世 受命运所拘束 即要跳脱命运之术 要不然照着生 老 病 死 一生所过 庸庸碌碌又得到什么呢 应知造命在天 立命在人 本力而后到生 太上感应篇当中 明白叫人为善 入为恶 恶者受恶果 许多的道理皆非常明了 但是善恶还居住在凡间当中啊 有没有听过三成修行法 上成是什么 就是得到口传心印 性理心法 忠诚即是禅作搬运 吐纳之功 若性而有成 还是居于阴阳二气里面 所以不是究竟之法 且闲事细想 磨砖能够成静吗 静坐又怎么能成佛呢 在红阳七知修道者 他们静坐有先佛护持 但白阳七天时已甚为紧急 你若再修静坐法门 性命来不及了 所以白阳七并不希望贤士们静坐 而是希望贤士们能够了悟性命之血 能够超生了死 超凡入圣 得欲明示意志 实乃千古难得 下成之法 即是敲打念唱之类 瀑桥造路等等 贤士应该听过吧 修行了命难不难 道亲 一般凡夫俗子真的是很难 但是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个瓶颈尽量去做 好 入道即是有缘 闲事也能将俗事放下 多尽心于道 书本里面的东西只是教人去做 看了之后要能够有体悟 体悟之后能够窃窃实行 要不然书本也只不过还是书本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们有体悟吗 天意至妙至高 是人所难测的 人想揣测天意 也是揣测不得的 是不是 是 修道人已经天榜挂号 地府抽钉 但是仍要努力去行功利得 前贤们也告诉过你们 若是求道三年 三年内没有任何剑术 其灵性也会被陈构 渐渐蒙蔽 有求等于没求 所以闲事脚步要加快 现今之人多精神浑散 健忘 小事急缺漏 大场面又没办法应付 见到他人好自己心里又不高兴 许多心念的产生 就是对境不平而心念妄动 妄念起实 自己却没办法克服 闲事想想 当你在气愤一人之时 外面的太阳可曾为你暗淡失色 而高兴的时候 月亮也不会因此而美光 阴晴缘缺 一切自然 而人之性情却不能控制 掌握 此心最难料 是不是 是 古圣先贤 皆教人要修心 这修心之法 则千千万万 不外降伏其心 降伏其念 所有的罪过错 也都是从心念而起 每个人都有一颗心 这一颗心可做善 可做恶 但是最灵敏的人 要如何前进 要如何掌握 要谨慎决定 向有人想当医生 有人想当博士 这都是一个志向 而贤士们来修道 是不是都要当先佛 不要当凡夫俗子呢 既然都要当先佛 你们也都是未来佛 要当未来佛 就不可以有私心 要当未来佛 在凡间的时候 你即要有佛的心境 而不是到了天上 才开始有先佛的心境 在凡间的时候 一切杂志就要静静了 没有说回到天上 才开始修 如果修的不圆满 是不是还要回到 九九子阳关去 再修再练 修到灵性圆满 才能够见到黄母娘 假如现在 你与你的兄弟打架 谁痛啊 是不是父母的心痛啊 那你们再扩大想想看 每个人都是黄母之子 若你与他人打架 起争执 或有任何不平之事 最心痛的人是谁 黄母 如果你们事事能够以此为念 就不敢有不平之心 每个人都是黄母之子 也都是你的同胞兄弟姐妹 何必分彼此 分对待呢 世间一切都是虚假的 水火风土亦是有尽的一天 在还没二次大战之时 多少仙佛早已慈悲说破天机 迅闻也曾经暗示 天会破 地会裂 人畜都会遭灾结 那你们看到天破了没有 破了 这是不是印证呢 上天每每先说后应 道理乃是一样的 警惕贤士们天时不早 修行当紧快 而且贤士听道理 也要铭记心头 仙佛也不可能将天机说破 只会点你一二 但是你们要谨记在心 自己要去参悟啊 自古至今 圣贤先佛都照住仙道而行 不敢违背 故诸贤顺天而行 方能力万物 宋朝丞相 他的妻子侯氏 甚为贤惠 而且教导子女甚为严格 他欲有二子督导甚严 当他的孩子两个兄弟争识时 他急会责骂他们 年纪小小贪欲那么强 长大以后要怎么办呢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平凡 但意义却很深 因为自古圣贤都教人寡憨啊 如果一个人从小的时候 欲念就甚为强烈 等到长大之时 他会花更大的精力 去要求更好的享受 更舒适的生活 因此古圣先贤 结交人要心静而智慧增 一专而耕云禽 人在逆境当中会成长比较多 在顺境当中体会就比较少 贤士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这二成因为受了良好的母教 日后位居高官险要 而且配享孔庙 贤士可猜到是那两位贤人吗 其是成一 成后二位夫子 一个人自小 即好好栽培日后 成就定时不凡哪 所以修到从小开始修 是更好的 因为年纪小 俗然少 而且社会力量不多 他的心较单纯 世间的一切本是虚假 为何要执着看不破呢 物者石头 在此升降关键 人怎能不自己掌握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一切都落空 就像世间人极力栽培子女 希望子女成才 谁人不希望子孙贤 谁人不爱千中素 但是千金来去净空无 子孙自有子孙福 抢求有什么用呢 对凡间的一切莫抢求 但对修到能够精进跳脱命运之术 乃是唯第一呀 五晚年之时 还喜欢研究勘语 风水 树树之类 因此我曾经到一座山上 去寻找好风水 当时我问当地之人 此地有好风水吗 长居那里的农人告诉我说 常见官人来做坟 不见官人来上坟 我听了之后谎人大悟 就算有再好的风水 但是自己不赔德 没有好子孙日后一样是颓败 一家的星面 及与德性有关 是不是 闲士们希望子孙贤孝吗 希望子孙贤孝 需要找好风水吗 不需要 只要多赔德 修到是不是能够改变啊 心善 行善 一切善功 上天自然排定 一日三善 三年不改旗帜 上天必降浮衍 有人埋怨上天不公平 会说 有人为恶多年 却不见他报应 闲事切莫看眼前啊 一切都还在后头 那人的祖先 或许有余德 可让他们兴旺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但是他们的下场如何 你们应该看后面啊 每个人都有祖先之德责 上天之恩典 才能够有完好的家庭 以及入佛堂修道 知好机缘 但是贤士们常常会轻忽这点 以为自己所行所说 不会影响祖先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祖先 所以贤士所行所为 也能够十九玄七祖超生 那就需要贤士努力修为 吴对风水虽然了解 但是吴却不执着 曾经有一人 他心地非常善良 他姓陈明氏 他请了一风水师 去看他的祖坟 那风水师告诉他 他的祖坟旁的大树 会因壁天心 使他的子孙没法当官 他的朋友便劝他买毒药 来把这棵树毒死 但是陈氏心里想 这棵树既然是别人种的 必然有利于他人的地方 因此他便不听朋友的话 过了一年之后 那棵树就遭大风连根拔起 因此心善之人 上天暗中保佑 而且陈氏心地慈悲 连一棵大树也不仁以毒药伤害 所以人心能和天地之德 必有后福 风水是会改变的 灵气意识会随人而变的 就算你有福气 找到那块灵血 但是没有福气可想 灵气意识会跑走 你们了解吗 即是福地福人居 无福者难消受 修道的路途苦吗 要在苦境中常带着欢喜心 在欢喜当中 还能够持着平静之心 事事掌握而且力行 有人看他人作恶 却不阻止 那这个人有没有过错 每个人之所作所为 上天是最明了的 但是上天有时候不点名 乃是要让你们留余地 因此你若看到他人有过错 第一次点化他 第二次点化他 第三次该如何 你们会怎么做呢 操持讲师 我们要学习 像先佛点化众生一样 以一颗不疲倦的心 不放松的心 还是要继续沟通 对呀 有没有听过木兽绳则直 一棵大树 你要让它长得挺直 要用绳子绑住 人能受人家规鉴 才能够成胜成贤 三教同源本一家 何必分你 我 他 贤士们 或许有来自别的道场 而十八祖线就是黄母的 贤士也不必分他是那一组 我是那一组 大家皆是恩师之徒儿 你们都是一贯道弟子 光不光荣 光荣 会不会修于其口 光荣者乃是本身产生自信心 修道有信心吗 贤士 你们分道场吗 三槽之道场 乃是要行得久远 不是一时 贤士们眼睛要擦亮 努力的走下去啊 而且今日有机缘能够参半三槽 此三槽大愿鬼神见察 若不确实实行 岂不愧对天恩 在一只蝴蝶还没有蜕变之前 适不适用 它是不是受了一层一层丝的包围 它必须在困境当中努力的突破 突破那几层蚕丝之后 才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你们是不是要像蝴蝶一般呢 要突破层层的困境了 才能够有美丽的翅膀展翅高飞 万丈高楼都是由平地而起的 修道也是一步步累积的 因此你今天听了道理有一分收获 听二次道理有二次的收获 听了数次的累积之后 就能融会贯通 才能够明了天意及上天之慈悲 与将道知恩慈啊 贤士虽然修行久了 但是有些人还有黑气在头上了 就像贤士所说 为什么要多功德回向 因为六万余年来 因果罪债数不清 在这一世全部要还清 要十分尽力 平时不烧香 遇到事情才想求佛祖 是不是求不动啊 所以平常多为自己回向 也是应该的 回向给累世所欠的猿人 或者被你伤害的动物也可 常回向之人智慧会渐开 灵性清明 而且能听懂前贤说什么话 自己自然会体会深刻啊 人常常看不开很多事情 执着情欲 但是七情六欲层层关卡 贤士若是一再执着 那修道之路就会坎坷重重 你们想想 每个人皆有亲情 但是古圣先贤 那个出家修道不是抛弃弃子 一颗真心对上天 因此 贤士修道也要有勇气决心 不要怕困难 当凡事该放下的时候 就要放下了 不要还千禅不放 一直在身上 而业力就如蜘蛛的网 层层叠叠 每个关口都需要你自己去突破啊 很多人听了先佛说的话 会不以为然 但是十日一久也都有应验了 因为在凡事间 每个人每天所遭遇的事情都不一样 所遇到的考验也不一样 但是不考怎么成仙呢 不考怎么做佛祖呢 而且上天勉励人尽忠尽孝于上天 即使每个人于先天立了大院 继位上天之子女 不尽孝于上天 那要做什么呢 好比一个妓女从良 她后半生都当一个良家妇女 她会不会受人尊敬呢 而一个劫父守劫守了四十年 然后再改嫁 会不会落人画饼呢 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跟我们修道一样 要有一颗坚定的心 贤士们在有人身之时 改过一切尚不迟 而且当你的思虑清楚之时 向上天表明忏悔 一切都可以从宽 在白阳天 许多无形及山妖水怪 他们急切想求道之心 贤士们也都不明了 无形之数目比人曹还多啊 因此要赖贤士之力 来共办三曹大事 三曹并非只有几个人在做 也需要有更多的贤士们 尽心尽力投入 你为三曹出一分力 为三曹尽一分心 原人吉得一分力 也得回天之机啊 有时贤士们会以为 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并不真 但是让你心灵体会的东西 真不真呢 真以心相应 这是上天在告诉你们 天使走至此 灾节一战而来 若非宝岛有许多修行课 积善积福 善气冲天 要不然许多的灾节 早已蔓延开来 都是上天一在慈敏 所以大灾化小 小事化无 贤士想想 每年到了年尾之时 有许多人会因病而逝 或有其他事故 灾节而亡 俗话说 过不了年关 有没有听过啊 这是个人没有行功利得 或修到了命 因此拘于气数当中 性命该亡时 即被无形拖入地府了 贤士听此 会不会有警惕呀 修行是不分早晚 是在于精进 勇猛力的施发 不是看人修道 若是看人修道 自己所得的 是少之又少 因为上天 是无形无相的 你若住形象 一切皆是空 就像无界才女 在此说话 走动 但是无所传达的意思 贤士听入心里 而不是听在眼里 是不是 就是因为天时紧急 圣贤先佛们 没有肉身 所以只好借着 有形的躯体 再来与贤士开始 让贤士明了 每个人皆有圆满之自信啊 佛家言 万法归一 道家言 抱怨守一 儒教言什么 执重冠一 那耶稣说什么 末道亲一 回教言什么 清真反一 再在皆要归于一啊 万书归一本 一本散万书 一级性也 性即理也 礼即道也 道则仍归于一啊 人的自信灵明 从一而始 也从一而终 人得意以明 天得意以轻 自信灵明 就要好好的努力 去实践真理 因为你们明了 所以要读更多 不明白的人入道 学道 先佛很慈悲 一直在开示我们 今天得了道 已经明白道理 我们把三朝真义 多宣扬就是法师 三朝猿人 有机求道时 我们能够助他们 三朝大事在人间办 是给我们云云众生 有机会了愿 了夜 了圆 所以才需要办三朝 你们有没有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在那里 看得到 摸得到吗 那上天给你们的恩德 你们看得到 摸得到吗 感觉得到 就像太阳照在你们身上 是不是很温暖 但是寒风吹在身上 却是刺透骨头 这是不是无形无相 是 大道本来就是无形无相 不讲人情 也不练事情 该抛弃 该舍得放下了 身心皆得自在 五大信条 教人要牺牲 有牺牲才有的 不怕人家占你便宜 或自己吃亏啊 因为自己所行 还是自己所得 别人绝对不会得到 半分半毫 若造过造业 也必须自己承担啊 天时晚了 知不知道 黄母娘莫不盼望 每个孩儿皆能归家 每到黄昏之时 闲事会想谁啊 是不是只想回家 要回到灵性的故乡 不要只是回凡俗的家 凡俗的家 还有许多千禅要了 是不是 再看看那首道歌 凡俗的调一学 天上的调却难学啊 凡俗的调是什么 声色全马都有 天上的调 是不是取高赫寡 没有人会唱啊 有没有听过天上调 有 先佛慈悲才会 急急批示天上调 而贤士们在凡当中 自己掌握机缘 修行了命 归根父命 才能见黄母 自性灵明 不染尘垢 自然不住静 不起心动念 无形也没办法干扰你的心 这样成仙做佛有余 每个人从三山坡下来之后 轮转凡间 东驾南 西家女 弥媚不知虔诚 而且受凡间命述所居 常思善 常思悟 自性把持不稳定 但是进了道场之后 明是非 明善恶 明对错 应该笃识见履中庸之道 行正道 而非行恶事 将心念都放在道上修行 每个人的心本来都是清静灵明 只是受了尘垢的覆盖 因此不能应武 每个人与生俱来 与上天同样灵明 只是尘俗繁育太多 捆索心智 因此 有时先佛问你们什么 有时候还会达得东倒西歪 是不是 善得老前人之大恩典 诸位闲事都普瞻 既然能够得育明师 又见到南平山之建设 开垦 这皆非一朝一夕 而是万年的基因 贤士们皆是明师之徒 也皆有机 至南平山参访啊 南平山建设 知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是老前人大德 以及众生付出的心血 心力 共助共办下来的成果 人间仙境啊 若是不去看一看 会后悔哦 贤士们今天听了 我所说的一番话 仔细地想想啊 若贤士想看了凡四讯 可回家仔细研读 切记 口说心也要行哦 无论你再怎么说 最重要的是实践 文章上所说的含义 可以用心体会 用心体会之后 即是实行 古圣贤 也是教人身体力行啊 行道不可能间断 或者说今天劳累 就不用行道 修道 今天我生了重病 也就不用修道了 利命 利命是时时刻刻 二六不松戏啊 你若是看见有修之人 而等更要以他们当模范 然后来警惕自己 是否能够向别人学习 人家修得好 是你的榜样 修不好 你也要借尽反省自己 有没有犯他所犯的过错 这样在得业的进步上 才会有所成长 况且人们终日所食 也不过三餐 三餐只是得养这个肉体 但是要保养灵性 极需要研究经典 听了先佛法语之后 能够思考在心 进而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大到舍而其谁啊 此时不做 更待何时 人之寿数 也是有尽之时啊 古圣先贤教人 修心立命之法 乐愿 乐命也皆是个人 向上天发愿而来 所以不要推诿 也不要害怕 反复的思量许多事情 很多闲事家业放不下 情感放不下 遇到挫折 也不知该如何 上天叫耳的 若耳等遇到困难时 就要好好应用 静心思索 必能智慧生 或许有些闲事 明了无所说的话吧 人死之后 万般带不走 只有业随身 业力只有在 你有肉身之时 尽力偿还 而知灵性 才能清静逍遥啊 若是还在五蕴沉中 庸庸牢牢 沉染不改 那如何拖出苦海呢 希望贤士们有毅力 恒心 有信心 斩断陈元 而建功硕果 朝见母娘 朝 hall 人死之后 感谢观看